這是一個樹木的這個年齡 如果它的年齡夠明顯的話 那年齡如果不夠明顯的話 你就要用化學分析的方法來去鑑定 不是不能鑑定 而是裡面有辦法用肉類去探算 會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那在不同的年度裡面大氣的成分 或土壤當中的一些成分改變 有可能可以記錄在那個物質部堆積當中 所以我們可以如果是大氣的成分 然後這個累積在那個抹冰層的年齡當中 比較明顯 我們可以依據這個來去判斷 當時候的這個大氣的這個組成 或者是年度的這個大氣當中的成分變化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記錄一個森林 曾經發生的像火燒的這種事件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 也許是病毒害的感染等等 好 所以 當我們要去觀察年齡的時候 因為整個木材這個部分呢 大致上是木質部堆積出來的 然後這個木質部呢 在整個細胞的來源還是主要陽來的 不切了 麻煩 好 這地方大概是那個 圍管束形成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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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管束形成層向內分裂堆的木質部 那 越遠離圍管束形成層的 表示它形成的時間比較早 所以越靠近那個圍管束形成層的 表示它形成的時間會比較晚 好 所以如果我們把年倫放大來看的話呢 你看那種比較大型的 好 在每一條界線之間呢 就可以膚顯出年齡之間 就是垮年度的這個變化 然後 所以以中間這個地方來說的話呢 外面是 下面是靠白色 然後就是 下面是靠那個核心 树幹的中心 所以以中間這個地方 這個年倫 這一層年倫來說 這是一年內累積的木質部細胞 然後 比較靠內側的細胞呢 是比較早形成的 所以 這一群比較大的這個區 細胞比較大的這個區域呢 應該是年初增長的 所以在春夏呢 氣溫溫暖 雨量有比較豐富的情況之下 木質部的細胞發育會比較好 這是比較大的 你看好 可是 如果你單位面積來說的話 因為它能夠放著細胞的木質部比較少 所以 看起來顏色會比較淺 好 到了這個 進入秋季之後呢 可能氣溫降低後 雨量變得比較少 所以 細胞的發育呢 沒有那麼的影響 所以這時候細胞的發展呢 就變得比較小一些 好 所以從大顆 然後逐漸的慢慢累積 慢慢累積 進入到這個 年中年尾的時候呢 基本上變成小顆的細胞 然後到了冬季的時候 幾乎是呈現停滯的狀態 等到進入隔年生長季的時候 再來一次 你看好 所以同一年的年輪裡面呢 我們大致上 約定還會再把它區分成 如果是生長季節所形成的木質部 就是早財 你看好 那 比較生長四環的期間 所累積出來的木質部 我們就會把它稱為叫晚財 OK 所以一個年輪裡面 還要再分早財跟晚財 OK 然後接下來 再來 再細分 細分 這個 用這個圖 好 那 如果你現在 木質部累積的年代夠久遠 還會再進步發現呢 通常比到中間這個地方 那個木質部呢 會 呃 含水量會比較少 這邊呢 通常是已經損失那個 淤塑水分光的 那 錦麟的衛環樹齊呢 這個附近的 那個 新的 比較新一點的 這裏 這裏比較近年代的 所形成的木質部的話 那他還有 在做運輸的工作 所以相對來說 含水量會比較薄額一點 所以顏色就會比較顯 所以我們在依據這樣的一個 直接肉園就看得到了 我上次給你們看的那個 相生樹其實就有看到 中間這個地方的叫 新材 然後靠邊緣那個 還有在做運輸工作的這個區域 我們就把它叫邊材 所以整個木材的部分 他的格局可以分邊材新材 到來看細節的時候呢 每一個年輪上面 還可以再去分成 這個發育時間早晚的問題 分早材跟晚材 那上次幫我們講到 早材跟晚材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替代的名字 有時候有一些書是用那個季節來看 所以那個早材也有人把它叫春材 然後那個晚材呢 就把它稱為叫做秋材 那某些環境 恩希特 某些環境 它是進入炎熱的夏天之後 細胞生長就變慢 所以它本來是因為過度炎熱 然後生長變慢 所以偶爾很少的情況 會看到下材 那大致上來講 主要的生長細節都是在重點的 這個彎木材的部分 好 這邊有沒有重點 所以接下來單子頁 單子頁的話呢 大致上就看三神了 第一個 最外面呢 仍然是保護夠少表題 那很多單子頁 它的最外面真的是用佛細胞 所做的表題 來進行保護 那少數的例子裡面 比如說像椰子的表面那一次 它就不是表題了 因為它已經乾掉了 所以它用死細胞來保護 所以部分的木本的單子頁 基本上呢 它還是會放棄用表題 因為不夠用 好 那表題以內呢 接下來第二種 當然很明顯的 就是這些微管數的存在 你看 然後你們所記得的 就是 單子頁的橫切 它的微管數是三生 對不對 那三生當中 你仔細看 三生只是因為 它並沒有把所有的微管數 放在同一個圈圈上面 你看 可是 你再仔細看 有沒有 某一種規則性 這其實要多看幾張 你就會發現 通常單子頁在放微管數的時候 邊緣的地方比較 密 到中間這個附近 分部會比較 細膚 如果你有機會 拿著圓圍去往很多的同心圓的話 你可能還會發現 其實 這些微管數 那部分都會落在這些同心圓 也就是說 我現在只是把微管數 放在很多的數字上 那沒有刻意去對齊 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是三生的特性 好 但大之長都不會出現在這個中間 那 當你把這個微管數 這樣散斷的方式之後呢 接下來 那剩餘的空間 它放什麼 它能看到這種細胞嗎 細胞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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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典型的 薄壁細胞的特性 對不對 好 可是 對於雙子葉來說 雙子葉 微管數 拿來當參考點 然後這是微管數 形層層 對不對 有了表皮 微管數 就是形層層 對不對 微管數 以內這個地方 有一個空間 我們用薄壁細胞把它塞滿 所以這個部位的構造 叫做 水 微管數到表皮這個之間有空隙 所以塞薄壁細胞 塞完之後這個部位的構造 叫做 皮層 OK 你就構造面來講 這當然是不同的位置 可是這兩個地方的細胞 全部都是 它用的是相同類型的細胞 只是因為它現在用在不同的部位 我們 要去描述它 所以得給它不同的稱呼 所以現在呢 表皮代表是框框 微管數管好之後 它可以做運輸 可以做知識 對不對 然後剩餘的空隙呢 你有沒有發現這種細胞 跟皮層 還有水 有什麼不同 沒什麼不同 好 其它剩餘的空間 還是塞 頭皮細胞 那問題來了 你有微管數當參考 微管數以內的那個部位叫水 微管數以外的那個部位叫皮層 所以單 單直接來說的話 因為微管數是三升 所以你就沒有那個好的參考點 分內外 好處是什麼 剛剛就不分 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名字 叫什麼 基本數字 就不分層次 所以這些磨皮細胞 塞滿了剩餘的空隙 就形成了基本 所以有沒有微管數形成成成 那你就從最固實的角度來看好了 那怎麼形成微管數形成成成 因為雙子葉的話 微管數形成成成 剛好是一個圈圈 對不對 所以除非你要在單子葉上面 演化出多層次的微管數形成成成 那就沒話講 但事實沒有 你看好 所以正常的情況之下 單子葉植物 如果它的筋想要長出 它得去用其他的方式 大王椰子都出來了 這個直徑 這直徑是很多木本植物 雙子葉的木本植物比不上 看大王椰子 對不對 可是它是單子葉啊 它的筋它是有辦法到怎麼出 我們想要那個鋁人膠 對不對 鋁人膠的樹幹 就是枝蓋葉怎麼出來了 所以這很多木本植物 現在的人都找到這個神奇 對不對 可是它們都沒有微管數形成成成 它們用的方法是怎麼 把每一個小人 每一個小細胞 吼吹成這個巨人一樣 它讓每一個細胞 長成超級無敵大 可是這個代價是什麼 這很多的 超大型的細胞 它長大之後 蒙不下去 因為細胞太大了 你看 細胞太大 對細胞來說 基本上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我絕對不是越大越好 細胞要怎麼得大型 要適重 所以 單子葉橫切上面的構造 相對就單純很多的 接下來 下一個規則性 我們講 雙子葉 不管你是草本還是木本 整個圍管處裡面呢 它必然要有兩個部位 木質部跟正皮部 在金還有葉子 木質部跟正皮部 肯定同時存在 在根就不一定 那個單子葉有沒有 單子葉金那個莊柱那個地方 它是木質部正皮部 木質部正皮部 把木質部這個 這個那個拆開 然後呢 分散安置 你看 可是到了金還有葉 木質部正皮部 肯定 同時並存 我跟你講 而且肯定 木質部永遠在偏內側 然後任皮部永遠在偏外側 好 所以現在去看 單子葉服部 這樣等一個安排 找一個中心點 這裡 當內 表題這個地方當外 OK 所以 抓一個圍管處出來看的話 有沒有那種 打細胞偏內側 小細胞偏外側的 有沒有 大的細胞 這種 整個圍管處 你先確定 這個是圍管處 沒有問題 然後在從圍管處裡面 去找那種比較大型的細胞 細胞壁明顯比較厚 就是那線條很清楚的那種 好 所以你看這一群 有大細胞的部位 對不對 它從哪邊放出來的 它從這個外側的地方 好 你根本有沒有指出 它的狀態在哪一個 上方 好 從上方就是地方 對不對 好 所以 木質部靠內側 這一群就是任皮部 好 木質部 然後任皮部 那個顏色比較淺 線條比較細一點的 這個區域顏色看起來比較淡 這個地方 是木 和任皮部 然後隔壁這邊 這種有大細胞的 有大的 有小的 這一些是木質部 這樣看好 好 接下來我們在雙子葉草粉的時候 有碰到一個 任皮部 因為它的細胞比較弱 所以有時候呢 任皮部的 這些基本的運輸的細胞的畫面 可能會加上一些 輔助支撐的細胞 我們那時候有介紹給我 叫什麼 它變在這些 任皮部的 運輸的細胞的旁邊 細胞 顏色很深 有沒有 細胞顏色很深 這空空蕩蕩的 因為這些空空都是死細胞 這個叫 這個叫 任皮纖維 用來 協助 加強 任皮部支撐力量 所以現在看喔 這是正常的 木質部細胞 那再找 往外面看一點點 這裡 你看看 單子葉 非常 常出現 木質部的旁邊 任皮部的旁邊 都有纖維 套進木質部的 這個叫 木質纖維 套進任皮部的 最重要是 任皮纖維 做法上 更訣的是 你再仔細看 這個圍管束 已經有那個頂子 有缺了一角 比較可惜一點 你把這些纖維 整個輪廓 把它給劃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纖維 它沒有辦法把整個 那個圍管束包起來 既然要強化 你強化兩邊 不如乾脆 把它整個圍管束 所有的周圍 全部都加強 你看 所以你去看蟒草 蟒草是草粉之物 可是有一些高大的蟒草 長的比例還高 可是它只是草粉之物 它怎麼去撐起 這麼高的高度 就是因為它的圍管束 事實上 有利用這樣的纖維 去做強化昨天之後 所以它的支撐力量 會很好 你看 當然不是每一種 比如說我們那種 一般這種草皮的這種 它就不需要這種 把纖維 把整個圍管束 包起來 因為沒有必要 顯然它也做不到 但有一些 單子葉植物的話 它為了要讓植物體的支撐力量 強化 所以它就用這個方法 所以關卡圖除了 基本功能 當然是絕對是做了運輸 可是因為它那個管束 要強化的關係 它會附載支撐的功能 而強化的功能 這個強化面 做的越完善 基本上它支撐力量越來 這樣不會真的嗎 好 所以 老實說纖維 通常不會是你考試的重點 但是纖維常常是你考試的時候 認錯對的 對象的認同 你知道齁 所以 整個這個橫切面 或者是重切面上面 那 氣包裡面要先認得出來 不然如果它是從受傷 再來不領功能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接下來 有一些情況 知不知道那種像蘆葦 蘆葦 蘆葦芒草的精 可以拿來當吸管 野外求生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好 你在這裡試看看 那裡面通常外面的話 稍微洗一下 它會有比較多的灰塵 甚至於 切口切整齊一點 然後 有些像那個蘆葦 蘆葦中間不用再打空了 芒草的話 可能稍微搓一搓 基本上中間就碰了 因為它裡面都是那種 比較鬆軟的竹枝而已 所以 呃 再加上竹子 竹子完全連通都不用空了 竹子中間是中空的嗎 然後 這地方一般來說 我們把它叫水槍 這個名詞留意一下 呃 很少的情況會出現 但是 簡單的 因為它是像竹子這類的 食物 部分的芒草 它們會出現 所以留意一下水槍跟紙 所以 它為了要長大 竹子也是男子眼 那竹子的冰 有沒有看過一種巨竹 這包弱重的 那個 竹桿有這麼大 你去南部看 南部有 裝部就會沒有裝不起來 那巨竹那個 做竹桶快的話 應該蠻發張的 那紙巾有這麼大 然後 它那個 那個 那個 欸 高度的話 很難算 竹桶有三生龍 這樣 很可觀 這樣它下面真的會覺得 那個是 站在巨人旁邊 這樣 難度有一些事物也有 那 一個 竹子也吃辱 第一個 竹子的話 你看它那個 那個質感的這個部分 可以拿來做一架 對不對 直升力看起來也是不錯 對不對 可是 它經長這麼大之後呢 它又沒有微管塑形真層 可是它又希望 這個筋又要又大 支撐力就好 對不對 所以它用了兩種處理方式 第一個 有效安排細胞 因為它手上沒有微管塑形真層 它的細胞速度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它就乾脆把所有的細胞往旁邊放 然後 犧牲的中間這邊空間 這樣 然後接下來 下一個 那個 竹 竹塊 你看 竹塊裡面 是不是基本上 我們在用竹塊的時候 是不是會覺得其實還夠硬 對不對 所以 它讓這一些 有細胞存在的地方 掺雜了大量的纖維 來加上它的支撐力 那 因為它的纖維比例夠高 所以你看 你就會去一段的那個 那個竹子 你把它 隨便丟在外面 它要到完全腐爛 它也要想像出時間 所以根本就是跟木材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很標準的 有木石化的現象 所以 單子葉也可以有木紋 其實比較好的說法是 單子葉也可以高度木石化 像椰子也是一樣 那有一些植物 因為它手上細胞的樹木就有線 所以是好用這樣的犧牲方式 放在旁邊 中間空下來 所以你要使到周圍的支撐力夠的話 覺得上還是可以撐得下去 這個構造叫隨腔 所以由於這個腔 代表的是空性 好 所以接下來 筋這個部分的話 有很多變形方式 因為我們國中大概有舉過很多例子的 所以這個看一看 比如說 那個草莓十二枚 整個附近 十二枚很容易看 只要不散區 然後路邊 比較潮濕的地方 你去找 就是一顆 迷你形態的草莓 如果你有種過草莓的話 那草莓一般我們栽培的 栽培的那個大小的話 大概都可以長得這麼大 那個八成大概可以這麼大 對不對 然後它一定的生熟程度之後 就是就開始 會有一些 那個往外延伸出去的 這個就是浮浮精 浮浮精 浮浮精這個地方呢 會長出一個浮定芽 因為是從草莓的結上面冒出來的新的芽 那這個就是無性生死一個很好的來源 你看 這個是不是那個草莓的生產方式 那有一些那個吊籃 是什麼 就是 它吊在那個 那個觀光棚叫行道交水那 生長到生長到月出來 它那個葉子上面會有那個線條 那可以懂你會有很美麗的線條 吊籃也是 然後接下來 這個是那個秋莖 你看它上面的紋路 這個就是結 所以它不是根 有沒有 要確定它是 主堂根還是主堂金 你去找結這個特色 這結這麼清楚 絕對不是 它絕對是金 不是根 然後這個 應該可以知道結在那裡了吧 別懂 這個地方就是結 所以你知道這個地方 可以再長出新的葉子出來 這樣OK 這個太明顯了 還有這個薑 薑總試過 所以薑 不管你是嫩薑還是老薑 上面不是有一條一條的 所以那個也是結 你看 然後這個 這個 當中是前面我的中文一本 所以 像那種肉食精 肉食精的話 頭部性的 它的結真的很不清楚 可是 我們透過一個間接的方式 你可以知道它的結在哪裡 間接的 有長刺的地方 它的刺 是退化的葉子 對不對 所以有長刺的地方 就是它 所以結 確實是新很重要的特徵 很不幸的 有些植物的結真的很不明顯 好 它就是想辦法從這地方去認 那如果沒有的話 可有熟悉是用替代的方法去認 好 所以 這個 有考試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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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接下來呢 整個植物體當中 好 那個葉子這個部分呢 最後講 一個完整的葉片 好 上次第一堂課在 從實際的植物來生的時候 我提到 一個完整的葉片 你至少肉眼明顯 可以看得到的兩個部位 就是從精出完之後 第一段的支撐物 這個是葉明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葉明出去之後呢 這個範圍就是葉片 OK 葉片這樣的一個生長的型態 顯然的 就是要那個面積 所以它扁平 好 扁平的好處是可以透光 面積大 可以接收到比較大 比較多的那個光照 你看 可是因為 你現在 葉子這個地方 是行光合作用的主要部位 你現在呢 行光合作用 你需要水分 水分靠誰供應 我們第一時間就能提到 植物提供水分 植物水分進來的入口是在根 但是大量的需求是在印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透過尾管束 接下來 那你葉子行光合作用 合成兩份之後呢 這些兩份要分享給金還有根去使用 所以兩份要送 又要透過尾管束 所以我們會在葉面上面呢 看到尾管束的脈絡 所以 葉子的尾管束 我們這個就稱為叫葉脈 所以葉脈上面的這個紋路 是葉子很重要的特徵 好 扣除掉這兩個 比較容易看得到的之外 留意一下 很多植物 還蠻明顯的 你去看它的葉頂的兩邊 常常會有一個乘破的構造 這個叫拖葉 OK 冷不幸呢 因為很多植物的葉片 一旦成熟 或者將近成熟之前 它的拖葉就已經脫落了 所以這個構造 到底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我們目前姑且把它當成是 在這片葉片還很小的時候 它可能富有保護的功能 可是因為葉子長得很快 很快的那個葉片本身 就比拖葉還要來的大 所以那個保護功能 似乎也維持不久 而且很明顯 很多植物是 只要葉子稍微長大一點 那葉子的拖葉就脫落 我們根本來不及 觀察到它有什麼好的功能 它就已經消失了 OK嗎 所以再加上這個 再加上這個 所以當你在講一片完整的葉片的時候 千萬不要忽略這個部分 我們把拖葉 視為一個完整葉子的一部分 所以一個完整的葉子 就要包括葉頂、葉片、加拖印 不要把這個拋棄掉 這個 這個是在葉頂基部發展出來的 符符奏道 所以仍然屬於葉子 只是很多植物沒有刻意把它留下來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所以接下來 明星賣跟網狀賣 我上次有示範給你們看 其實你如果不想用破壞的方式 拿來這個比較光搶的地方 當你發現它上面的葉脈 真的都是平行線條 這個就是平行賣 對不對 像這種 這個葉脈基本上 有比較複雜的這個線條 然後都是封閉性的這個曲線 那這種就是網狀賣 當然會有很多變化的形式 這樣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 不同的環境之下 鹽化的這個植物呢 通常它可能會有不同的外型 比如說 在面積跟看風能力 如果要植中的話 有時候呢 葉片可以用這樣的改善的方式 我大致上不會是一個比較大的輪廓 但是呢 去做一些小細節的修改 這樣 所以當你面積太過完整的時候 風一來 葉片很容易受損 所以面積太過了 也沒有絕對的好處 萬一遇到強風的話 反而變成是容易受傷的一因素 所以我們可以適當的用這種技巧 讓它做風風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的抗風能力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羽狀葉 看那個晃華木 對不對 我們這樣晃華木 你從葉米出來之後呢 第一次煮葉脈 煮葉脈之後呢 再分叉出去側脈 側脈之後呢 再長小葉 對不對 但我保留了大師商的 完整輪廓 對不對 但是我又把那個葉片 處理成一小單位一小單位的小葉 那這樣的話 應該都是有那個環境之下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好 所以那個副葉 一般來說 如果你只是純粹在一片完整的葉片上面的輪廓去做處理的 好 這一種呢 叫做全圓葉 啊這一種呢 就叫裂葉 你看 然後這裡是裂葉 好 所以當它的邊緣的處理洗膚比較大的時候 就叫做裂葉 然後如果裂到最徹底呢 那你乾脆裂到哪裡去 裂到主葉脈這個地方去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會看到一個小單位 一個小單位 很小葉 所以裂得很徹底的時候 就叫做副葉 還沒有列到很徹底 像這個 它的主葉脈大概在這個地方 所以還沒有列到最深的地方 所以就叫做裂 好 然後 已經到底了 欸 已經到底了 就是副 那副葉當中呢 在依照造型 然後像這種 可以手掌狀 就是掌狀副葉 OK啊 不一定有五根手指頭 這個是掌狀 不管它裂幾片 只要那個形式 只要那個形式 它裂上 呈現手感的形式 我們就把它叫掌狀 樹木網 就是 這個叫三個小葉的 掌狀副葉 它這個比較多 這旁邊就有一顆 然後 接下來 像這種 就魚狀副葉 所以像那個鳳凰木 我們就去魚狀副葉 有沒有 然後 警察場周邊 這邊種的那個 阿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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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叫波斯造假 有沒有 它也是魚狀副葉 這樣 有沒有 然後 那個 台灣有一個石塑狀副葉 很成功 這個原生種 然後 那還當作造原 或者是 形造樹 或者是 台灣卵樹 那也是魚狀副葉 你們先決定 應該有 所以 魚狀副葉 基本上也是很常見的形態 好 所以 這個 獵刀副葉 那上次有提到 為什麼這片不是一片完整葉子 你隨便抓一片起來 或者這邊抓一片起來 為什麼 你看這個 不能把它當葉餅 然後這邊當葉片嗎 為什麼不行 你看 這一些葉片 當成是一個完整葉子的 一個小單位而已 為什麼這個不能是一片 你看這個葉餅 如果把它當葉餅 很合理阿 有葉餅有葉片 然後當作它的過葉 不小心不見了 看起來也很像 對不對 可是 比較過 如果你把這裡當葉餅 請問這個地方 就叫什麼 葉餅固定的那個點 一定是基因的 結 如果它真的是結 那麼它就有 發芽的可能性 長出其他東西的可能性 對不對 所以你去看 魚狀副葉 這些地方真的之後 會再長出額外的 那個 附屬構造嗎 比如說長側牙 形成那個側枝條 開花 再長出更多的葉子 都沒有 你看 所以 這些地方 它就不會是真正的結 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頭一懷疑 在這個 基本上 應該它是一個 同一個葉片 按照同一個葉子 然後 然後另外一個葉子的安排方式 這裡沒有通過 為了要在地上部的枝條 這個補架 做最有效的空間安排 讓植物體 拿到更多的光線 所以 葉子跟葉子之間的安排 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剛剛是以 單一個葉子的葉心 來去解決光跟風等等 這些折衷的問題 但是 從整個植物體枝條上的安排來說的話 不同的植物 演化出不同的策略 有些植物呢 喜歡用這種方式來安排 就是 我讓兩片葉子呢 根本性的錯開 永遠沒有充電的可能性 所以 在一個節 只會長一片葉子的話 我們就把它叫 呼聲 一個節只會長一片葉子的 叫呼聲 如果一個節可以長兩片葉子了 那你長兩片葉子 你空間安排就很重要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你起碼 要碼180度 要碼接近180度 就在相對的左右的兩側 這樣去發展 所以 一個節可以長兩片葉子的 就叫做對聲 所以 互聲對聲 就是看一個節上面 到底是長一片還是長兩片 那可不可以長三片或更多 可以 這個時候就要輪聲 所以如果你去看黑板樹 黑板樹就有輪聲那個樣子 所以輪聲 學校裡面遭到看 歷史相對比較少 至少像你們的歷史相對看到 有時候工女看相 或者你們以前的 活動活小的效果看相 所以 用節上面的葉子樹木 來定義比較快 一個節一片葉子的是霧聲 兩個 兩片的是對聲 三片以上的就叫輪聲 所以這個是 爭取陽光照射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空間安排 那你說誰真的比較好 沒有 因為它要配合那個樹形 你看齁 因為你現在只看到一枝條 某一個部位 對不對 你再擴大到整顆植物來看的話 對不對 不同的植物顯然 他們當年在演化的時候 做了不同的抉擇 所以沒有絕對誰好誰壞 就是適合的問題 對當年的演化歷史來說 這個選擇是合理的選擇 那這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樣子 這樣 好 所以像這個 好 欸 一般 好 其實像裡面很多都是附身的 就自己去看齁 包括綠蘭花 然後這個是那個 那個 那個金鹿花 剛好在前面 上次有看到的 然後 上面這個 看一下是看那個 好的黑板樹 好 所以接下來 剛講的葉脈 葉脈基本上是葉建商的微管樹 基本上主要功能才是運輸 然後附帶有石層 好 重脈平行脈是剛剛講過的 所以像香蕉留意一下 它的平行脈平行在哪裡 好 鳳梨葉平行在哪裡 蘭花有沒有看過葉子上面的葉脈 蘭花是單子葉 而且蘭花是單子葉家族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群 所以蘭花是單子葉 像蝴蝶藍 如果你是柏藍那種的話 會比較明顯 如果你是像蝴蝶藍那種的話 你仔細留意一下 所以接下來 看內部的脖面勾道 葉子架構更簡單 上下表皮中間夾的大部分都是葉肉 穿插在葉肉之間的基本上就是葉脈或者叫做微管樹 好 那葉肉的安排這些都是薄壁細胞 葉肉全部都是薄壁細胞 塞裡面的空間嘛 對不對 你看根探精 你只要把表皮或者保護構造 跟微管樹這些排除在外 剩下來的況性 不考慮木材的話 基本上大致上都是在薄壁細胞 對葉子來說也是 可是這是一個進行光合作用的很重要的部位 所以一定要考慮光的問題 為了要讓大部分的薄壁細胞 有機會都能夠接收到足夠的光照 所以葉子厚 葉子厚 基本上不是很長 所以反過來說 你在海邊 如果有看到那種葉子很厚的 那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聽懂嗎 葉子厚的話 下面的細胞比較倒楣 它拿到的光會比較少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先做一個適當的安排 乾脆呢 讓上面的薄壁細胞的排列比較密 所以很多植物的 那個葉子厚當中 上層基本上呢 它就形成炸狀 或者是褲狀狀都可以 下層呢 基本上要考量一個問題 很多植物的氣孔是放在下表皮 那光合作用需要兩個很重要的資源 第一個水分 水分靠誰 水分靠葉脈送過來 二氧化碳呢 葉子肢體解決 所以它就開了一個透氣的管道 讓二氧化碳可以進來 可是 氣體很佔空間 所以你現在二氧化碳空氣進來之後 你得給它一個空間去緩衝 所以下層的葉肉細胞排列比較鬆散 為什麼要鬆散 你從物質的觀點來講 光從上面下來到這個地方 對不對 是不是已經被上面攔截了 所以下面的細胞拿到的光 一定會比較少 二 你要考慮到你要拿到二氧化碳 所以空氣進來之後很佔空間 對不對 你要留一些空氣給二氧化碳 這樣兩個資源全部造型 加上這個豆燒麵的配合 這個就是葉子演化出來的一個 相對比較適當的安排 大部分的葉子大概都可以去歸納出這個造型 如果有特殊安排的一定有它特殊的理由 比如說很多植物的葉子上下表皮都只有一層 歡迎你看到有一個植物上面表皮三層 要不要猜一下怎麼可以 葉子上面有一個一定會討論到的構造 是表皮細胞會分泌角質層 這是一個很有效的防水構造 對不對 你要看到角質層是可以展色的 如果你看到有一個角質層呢 就是活活一層 看得到它 但是不是特別厚 然後呢 你要看到一個植物的葉子呢 表皮細胞三層 然後角質層呢 是一般人家的五倍的厚度 請問這個植物要不要踩一下 你可能在哪裡 他覺得這是在一個奉害很強的環境之下 你看看 又怕葉子不小心折到 對不對 最強化的表皮 可是這會犧牲的什麼 這會犧牲的透光的程度 不是不可以 所以這個只是介紹你基本的類型 所以接下來問題來了 你現在控除掉長下表皮 OK 表皮細胞會分泌角質層 角質層是一種爛 油油兩樣的 你把水滴在上面 是不是不太容易沾水 那是一種爛 爛是什麼 爛是紫質 好 紫質再加一次 爛是屬於紫質 紫質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是什麼 它跟水是物質 把前面的化學組成再抓回來 順便提一下 然後 所以 現在 透皮膏上下表皮 大部分的食物 因為它生長在相對乾焊的環境 東西的相對濕度 整體上 還是可能會偏低 這就相對乾燥 所以 氣孔放上表皮跟下表皮 到底差別在哪裡 你放上表皮 陽光附在表面溫度一高 絕對很快就帶走 對不對 所以 應該顛倒過來吧 放下表皮應該比較安全 對不對 下表皮通常不是陽光的直射面 對不對 所以相對來說 下表皮這附近的空氣 表面溫度通常應該相對會比較低 對不對 增在作用的速率應該可以比較低 好 所以 既然這樣的話 像我一般剛剛看到的環境 可以猜測 大部分的食物的系統 主要分布 或全部分布在哪裡 下表皮 所以反過來說 萬一有一個食物 可以把系統放到上表皮 那很有可能是怎麼 比如說 剛剛講的 如果它的上下表皮 的系統大致上 是平均分配的 所以這個食物的生長環境 很有可能是 下表皮 那表示 它 上表皮的溫度 不會很曬 對不對 所以 有沒有可能是在大樹底下 森林下沉的食物 對不對 陽光不會直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放上表皮 跟放在下 下表皮的意思是一樣 對不對 好 再一個更極端的 有沒有食物 它把系統全部放上表皮 而下表皮 完全沒有 也是有可能 所以這種情況 很有可能是 它就沒有下表皮 對放 因為它下表皮 好 有沒有 如果它也只是 浮在水面上 對不對 浮在水面上泡水 接觸水了 它放系統幹嘛 對不對 可是它還是需要透氣的 所以最後的選擇 就是趕快就放上表皮 有沒有 所以 正常版本 跟特殊版本 留意一下 它特殊的地方 一定有上的理由在 好 所以 表皮這個部分 事實上呢 就會有角質層 只要你是表皮的部位 扣除掉根 根的表皮不能有角質層 根還防水就糟糕了 根是水進來的地方 你來給它做防水 所以 大部分的表皮 原則上都會有角質層 那扣除的特地 就是根 根不能有角質層 有角質層就麻煩了 然後 接下來 形成系統的內對特殊的表皮細胞 叫保衛細胞 你看 所有保衛細胞 所有的表皮細胞 當中 只有這兩個 只有這兩個 你看它特別 塗上綠色 只有這兩個 有葉綠體 一般表皮細胞 我們並不期待 它可以形光的作用 雖然它很有可能是 接觸光的第一層細胞 你看 可是 正常的表皮細胞 都不具葉綠體 那也就沒有形光的作用的能力 那 所以 保外細胞 其實是屬於 一對特化的 表皮細胞 但是 比較特別一點 它的養分 必須自己自己 所以 光的作用它自己做 好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 一對保外細胞 一對保外細胞 之間所留下來的空隙 就是氣 它那個樹皮上面 木栓層 留下來的 排列鬆散的部位 叫做 木栓層上面 樹皮最外層 這個地方 木栓細胞 飛機 刻意留下來的 排列鬆散的部位 叫做 皮孔 這樣就有提到 系統跟皮孔的差別在哪裡 木栓細胞是死細胞 不要皮是活細胞 所以一個是用死細胞做的 一個是用活細胞做的 很像 那 皮孔是用死細胞龜出來的 中環的部位 但是系統卻是一對活細胞 之間的空隙 那 皮孔因為是用死細胞龜的 所以呢 無法控制開關 系統對不對 系統可以控制開關 好 大部分的原則 通常白天的時候 適合打開 因為要行光核作用 你要拿到二氧化碳 兩氣它其次喔 拿到二氧化碳很重要喔 所以 如果要行光核作用的話 理論上這個氣孔白天要打開 但是麻煩來的 你在白天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氣孔打開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水分會跑掉 所以這是一個拿捏尺寸的問題 所以只會在這樣子 如果光照合適的情況下 氣孔打開 拿到二氧化碳行光的作用 然後晚上不行光核作用 所以呢 我可以減少水分的增散 所以普遍上來說 通常晚上氣孔關閉的可能性會很高 好 這應該可以推理一下 好 那接下來 那個微碗數的部分 還是要解決一下 當初 在金的時候 黃色代表木製部 黃色代表任皮部 金的輪廓 橫切金的輪廓在這裡 好 以我的方向來說 金的右邊這邊有一個微碗數 這個微碗數呢 到時候 它要接到葉子裡面去 對不對 所以在金的地方 木質部在靠內側 任皮部在靠內側 任皮部在靠內側 你現在轉出去之後 到葉脈的時候 木質部在 上 任皮部在 下 會轉喔 不要轉錯喔 對 這個是金的橫切 然後 裝職業 單職業一樣 然後 一圈 微碗數 靠這邊 是一個 這邊準備要接到葉子上面去 這個管線要接到葉子上面去 木質部 黃色是木質部 紅色是任皮部 木質部在內側 任皮部在外 所以 對金和根 木質部是內外的問題 到了葉子變平的 所以變成上下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內外怎麼轉上下 就是這樣轉出去 所以轉出去之後 再葉脈 一律 木質部 在上方 然後 那皮部在下方 然後 然後 課本 是不是 沒 給很習慣 他用那個 電腦發布的 沒有給實際的顯微鏡下的圖片 好 所以 炸狀細胞 海綿細胞 只是一個空間安排上的問題 好 炸狀細胞排在上面 用這種方式 可以排得比較緊密 另一時間 趕快先拿到一些光線 到了下層的地方 因為光線其實也不多了 再加上要增加那個空氣 好 的 的 安置空間 所以就以海綿細胞 不不會折瘡的細胞為主 好 好 接下來 這個變形的葉子 香絲素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這個是香絲素 葉餅 做成像葉片 所以 看到香絲素的葉片 會很納悶 他怎麼會有平行脈 他不是雙子葉嗎 不是 因為他把葉餅給壓面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葉餅 香絲素 這輩子可能是有兩片葉子 就是 如果你把香絲素的種子 拿去發芽 種子發芽 最早那兩片葉子 是真正的葉子 從此 不再出現 好 很特別一個情況 好 症狀葉 然後 站在辦公室前面有 欸 本來上禮拜要去買一下 那個適聰事物 好 意思 好了 這是豌豆 OK 所以 我們就剩下功能了 好吧 有問題 再討論 這個 綠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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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trump 紅 某 綠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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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為Pro perm Are 쓰러 綠席 綠席